认识平板电脑 Android作业系统 我们看3 平板电脑以应用程式App 我们想要让平板电脑有什么功能呢 我们就要下载 并且安装该功能的App 接着我们就来介绍 App如何下载 安装 以及移除 在主画面里面 如果 已经有了Play商店 这个捷径 我们就可以直接 点按进入 或者的话 就到应用程式选单里面 去寻找 好 我们点按Play商店 进来以后 第1次呢 他会询问 我们有没有Google的账号 那前面 我们已经讲过 如何设定 Google的账号 所以 当第1个画面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点选 现有账户 好 点按 接着 请大家 输入 你个人的 Gmail的 账号 以及 密码 然后 接着 按登录 等候一下 然后接着 他就会出现 付款的 资讯 因为 你在Play商店 有些App 是要付费的 如果你 暂时不需要 你可以按列过 或者你就新增 信用卡 或金融卡 资料 我们这边呢 就选列过 完了以后 他会 问你 有关于 备份与还原的 一些设定 预设的 是你随时可以前往 设定 变更 备份设定 好 我们采用预设 按下一步 好 接着就进入到 我们的 Play商店 那 以后 我们只要点选 Play商店呢 就可以直接 进入到 这个画面 好 进入到Play商店呢 我们可以透过 他的分类 比如说这里的 应用程式呢 他有做分类 比如说有通信社交应用的 有休闲游戏 等等 你可以从这里呢 就点选 比如说 Facebook 好 点按 就可以下载 Facebook Clone Google的浏览器 Skype 等等 好 我们这里 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用 右方的一个放大镜 你点按以后 他会问你要输入 你想 寻找的 用搜寻的方式来寻找 你要的App 比如说老师 切到输入法 然后 用手写的方式 你可以输入一个切字 好你输入一个字以后 相关的App 他也会显示出来 好我们就点选 切水果 好 选定切水果的搜寻 他有列出好几款的切水果的App 好假设我们点选第四款的切水果 点按以后 好他会出现了切水果 这个App 好 右方有一个安装的按钮 我们就 点按 开始 安装 然后他会问你 要不要接受 因为他要存起 这些相关的 资讯 好 我们按 接受 接下来他就开始 做安装的动作 安装完成以后 你可以马上解除 或者 我们直接开启 那当然了 他也已经 帮我们建立了一个 Fruit Slice的 一个 捷径 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得到 好 我们这边呢 直接就开启 这个 游戏 给大家看 进来以后 我们就可以按 New Game 新游戏 接着我们就可以继续玩 切水果的游戏 或者随时呢 我们点按左下角的 回主画面 回到主画面以后 我们可以 点按 右上角的 应用程式选单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所安装的 切水果 Fruit Slice 已经 建立了 一个图示 删除App捷径 如何 建立捷径 或者 我们要如何把它删除 以下 我们就以 切水果 这个App 为例来说明 刚刚的画面里面的 App图示 我们请大家 移到 这个图示 长按 之后呢 它会 切换到 主画面 然后建立捷径 如果这时 我们把它放开 在桌面 建立了 这个捷径 之后 如果我们要删除它 那只要 一样的 我们在 长按住它 拖曳 然后 移到上方 这个时候 我们的 捷径呢 就移除了 接着我们说明 如何解除 已经安装的 这个App 同样的 我们还是用 切水果 这个App来做说明 好 回到刚刚 我们 建立的 App的 安装 这个图示 同样的 我们 长按住 接着 我们 继续的 把它 按住以后 拖曳到 上方的 解除安装 好 出现 红色的时候 我们 放开 好 这时候它会问你 是不是真的要解除此应用程式 好 按确定 再按 确定 好 解除完毕以后 就看不到了原来的图示了 以上的讲解 结束 接着我们请同学 实做以下的两个练习 第一个 请你 熟悉 你的平板电脑的基本操作 并且能够设定 利用WiFi 连上网记网络 第二个练习呢 当你连上网络以后 请你从Play商店 下载 几个 你认为还不错的 好用的App 安装 并且试着 操作 好 结束